激進的人士在立法會、政府總部、港鐵和機場等等各處再次大肆破壞 毀壞公共設施、縱火、堵路導致交通癱瘓、阻礙機場運作 不論在暴力的程度、危險的程度和破壞的程度都達到非常嚴重的情況 激進的人士目無法紀、違法和暴力行為不斷擴散升級並且帶有恐怖性 全面破壞社會的運作、秩序和法治 當日警方在港鐵站拘捕了一個只有13歲的少年 在他身上找到兩個汽油彈 同時在站裏的月台找到一批汽油彈 另外暴力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 肆意襲擊、圍偶、欺凌乘客、製造黑色恐怖 和他們自稱所爭取的所謂公義完全是背道而馳 我們他們目無法紀的行為以最嚴厲的譴責 警方會繼續維護法紀、嚴正追究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更多精彩尖